OK好,我们现在继续 那我们刚刚介绍了找主因力 那我们先来看看 如果是在用主因力坐标系统下的一些特别的一些因力 第一点 你们看,这是实验证明的 这没有你们这实验证明 实验证明什么呢? 任何一点的因力状态 会不会发生耶稣 会不会素性化 你们讲我在讲的 素性化通常就代表大量的变形 过度的变形 任何一点会不会变形之后 我们发现我的因力状态跟这个值无关 这个叫Sigma M 我们写成Sigma bar 叫平均因力 就是三个正因力相加除以三 那我们已经知道三个正因力相加 就是等于我第一 第一因力不变值 所以就等于三个主因力相加 也等于就是三分之一的四个码 我来强调 这是实验证明的 实验证明的时候 我任何一点的因力状态 它会不会 它这一点会不会发生素性化 跟这个值无关 跟这个平均值无关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 有关素性变形的理论 会把硬力状态里面的这个值 给扣掉 因此我们一般的硬力可以把它写成Sigma M 加上Sigma D 这个M叫平均因力 这个D我们叫做Division Stress 也就是所谓的Division就是变形的意思 也就是变形因力 也就是等于说我们的一般的因力 其实可以把它正常因力 我们可以分成这两块 平均因力主要是用来改变这一点 假定这一点一个很微小的立体 改变它的体积 这个跟体积有关 就改变它的大小 这个是改变形状 那平均因力很简单 它就是三个正因力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四个码 所以你们可以知道 针对这个因力来讲 这个因力来讲 我的三个坐标轴 C1,C2,C属力 就是我的因力主轴 就是这个因力张量的因力主轴 是这一个 然后那这边就是Sigma Y 减掉Sigma B 这是Sigma 22减Sigma B 这是Sigma属力属力减Sigma B 这个是一般在讨论材料 素性力学的时候 有时候会考虑的是这个因力张量 而不是原来的Sigma I 是这一个 我们这边就叫Sigma D 让各位知道一下 那我们先来看看 这两个因力张量 Sigma M跟我们这个Sigma D 它的因力不变值 还有它的主因力值 跟原来的主因力值 跟因力不变值 或方向之间的关系 OK 这个很容易找 我们就直接照算就好了 我们先告诉各位答案 第一点 我们先考虑 简化一点 我们先来考虑 我们原来的Sigma I 就是主因力 它的三个方向 就是主因力方向 所以还是一样 Sigma Y1 Sigma 2 Sigma 2 Sigma 3 3 就是等于我的主因力值 而Sigma 12 23 3 都等于0 因为我们现在选择是主因力 在这个之下 我的平均硬力 的三个 硬力不变值 跟我原来Sigma的 硬力不变值 关系就如这个式子 关系就如这个式子 OK 这只是给各位做 你们这个不要记 知道有这个关系就好 我的例子是说 如果你要知道 Mean's Trace 它的硬力不变值的时候 你只要知道 原来的硬力不变值 这个就可以找出来 同样的道理 那Devato 比较若说 Devato Trace Tensor的三个 硬力不变值 如这个所示 那它跟主因力 原来的主因力的关系 还有跟原来硬力的 硬力不变值的关系 都如这个式子 我再说一下 不要记 这个不要背 知道一下就好 只是表示 这些很明显 是有关系的 然后 我们回到前面 如果我要走 Mean's Trace 第一个的硬力张量 那个主硬力 很明显 这个是个碼吧 因为它减力都等于0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很明显 这一看 你就晓得 这个Mean's Trace 事实上就是一个 Iso-Tropical Trace State 因为它的三个 主因力值都一样 都是等于Sigma bar 也就是等于原来的 三个主因力的平均值 针对这个张量来讲 那当然也很明显 它的三个主因力方向 就跟原来硬力的 主因力方向是一样的 原来硬力 原来的主因力方向是一样 就是跟你我们 把它排除都一样 我们现在变成 有三个因力张量 一个我们说叫原来的 一个叫平均的因力张量 一个叫变形因力张量 反正这个平均因力张量的 主因力就是等于原来的 硬力的三个主因力 相加除以三 平均值 然后它们的这两个 硬力的主因力方向都一样 那我们看看下面的 这个主因力方向 这个我们看这边 还是一样 依照Cosais formule Sigma i 阶 就是依照我们原来的 I 根方程式我们会可以得到 Sigma i 阶 N 阶 等于浪达NI 然后我把这个第一个方程式 左右两边都减掉 都减掉一个Sigma i 阶 都本身分别呢 左右两边我们都说都减掉 这个Sigma i 阶 等于减掉这个S 左右两边都减掉Sigma i 阶 都减掉以后 我们就会得到后面的这一项 那这一项就代表什么呢 Sigma i 阶 减掉Sigma i 阶 乘上这个括号的NI 就等于浪达减掉Sigma i 阶 乘上NI 那这下面你们一看 这也是一个特征方程式 这个特征方程式就代表 左边这个矩阵 Sigma i 阶 减掉Sigma i 阶 这个矩阵 它的特征方程 特征值 就是等于浪达减掉Sigma i 阶 而它的特征向量 就是等于这个NI 所以从这个式子我们就 而等号左边的这个矩阵呢 不就是我们的 division stress 我的变形张量 所以从这个式子 我们得到了结论 变形张量的主应力 就等于原来应力张量的主应力 减掉Sigma i 阶 而它的主应力方向还是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结论就是 我一个应力张量 可以分成min stress张量 Tensor 跟division stress Tensor 跟变形张量 那这两个min stress 平均应力张量 主要是改变物体的大小 体积 division stress 这个张量 主要是改变物体的形状 那这两个张量 它的主应力方向 跟原来张量的主应力方向 都是一样的 然后min stress的张量 它的主应力 就是等于Sigma bar 然后呢 这个division的变形张量的主应力 就等于原来的主应力 减掉Sigma bar 它的结果就如这边 所显示的 我们把它叫S123 让大家注意到 division stress 它的变形张量的三个主应力 不是independent 它S1加S2 而S3等于0 因为我们这很明显 因为你们看 我这边的S1加S2加S3 就等于浪达1加浪达2加浪达熟力 再减掉Sigma bar 减掉三倍的Sigma bar 那不就是等于0 所以S1 S1 S2 S3 三个里面 你知道两个 就可以找到第三个 Min stress Tensor 这个跟弹力比较美观呢 这只让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下一个 下一个呢 就比较重要一点 我们现在还是考虑一个 所以工作任意一点 假定我们现在显得坐标轴 还是这一点的应力主轴 所以三个正应力 就等于我们的三个主应力 我们就说S1 1等于S1 S2等于S2 S3等于S3 然后减应力还是等于0 那好 我们现在考虑通过这个点的 某一个很特殊的平面 这个平面的特点是什么 这个平面的法线 它的三个方向余弦 平方都等于三分之一 就是它的三个方向余弦 分别都等于正负更好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 这个平面的角 法线 跟三个轴的夹角是相等的 它的方向余弦都是相等 我们知道 都是相等 我们知道 cosS2等于cos2 所以它的三个方向 都是相等的 那这个很明显 N1平方 因此 这样子的平面组合有几个 我有2的3次方有8个 这样子的组合有8个 就通过这个点有8个平面 而这个8个平面的每一个平面的法线 跟三个轴的夹角 不是正的更好三分之一 就是负的更好三分之一 这个平面有8个 这种平面我们叫做Octahedral plane 这个Octahedral叫做八面体 所以我们说这是八面体平面 作用在这八面体平面上的简易力 我们把它叫做TossubOct 也就叫做八面体简易力 而这个八面体简易力 跟我们的最大简易力类似 它也是用来判断材料有没有发生素性化的一个标准 它跟最大简易力类似 可是这两个答案是不一样的 它也是用来判断最大素性化 那是不是有素性化 材料会不会发生素性化的标准 我们叫八面体简易力 而这个答案很容易 因为我们就是把N1N2N3 分别等于正负根号三分之一 正还是负一样 都是一样 带入我们这个原来的4个码Nt平方 也就是Tau 一带进以后最后化减一下 我们会得到后面这个结果 也就是9倍的 或者说是Tau的Oct 这是有一个平方形 我看一下 我这有吗 对 也就是 你们看最像 中央过程我写了很像 我不讲了 就是Tau的Oct平方 应该说是9倍的Tau的Oct平方 分别就是等于 Sigma1-Sigma 就是等于三个主因因力 两两相减的平方和 等于三个主因因力 两两相减的平方和 那真正Tau的Oct平方 就是九分之一的 这个三个主因力 两两相减的平方和 然后除以9开根号 这个就是 作用在这八面体 作用在这八面体上的简易力 都一样的 通通都一样 当然他们也可以写成 因力不变值 的函数 那代表什么 当然也就等于说 我不管我坐标怎么转换 我这一点的八面体 减因力的值是不会变的 因为它是跟着主因力走 那下面的这个结果 这是一般的 你要用上面 你要算八面体减因力 这个式子 你是一定要算出来 我的最大主因力值 可是下面这个呢 是一般式 这就是一般的 因力张量 你把一般的 因力张量分量带进去 照样也是 算出这个答案 前面的是 Function of主因力 后面就是Function of 一般的因力分量 重点是 你们要 这个就叫八面体减因力 那我们这边 再补充两点 你们讲一下没有 第一个 作用在这个平面上面 这个八面体平面上面 它的正义力等于多少 它的正义力你们不要忘了 这就是Sigma 因为我现在 假设我这个 是我的主因力 是我的主因力轴 所以解力都等于0 这个就变成Sigma 1,1,1的N,1平方 加上Sigma,2,2的N,2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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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Sigma,1 就等于这个 而这个等于什么 还基本我们刚才讲过 等于我们讲的Sigma,2 这个就是作用在这个八面 八面体平面上的正因力 可是这个正义力我们通常没有什么用 所以很少提 但是顺便跟各位说一下 这八面体上的正义力 就是等于三个主因力相加 也就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平均义力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是跟素性化无关的义力 所以这个八 这八个平面很有意思 它的正义力 就是不会影响素性化 而它的减义力 就是用来判断素性化的标准 这个八面体平面 是个很有意思的平面 这是我们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给各位回顾 我们一直强调 最大减义力 跟这个八面体硬力 用来判断我们的素性化 它的标准就是我们举一个例 它的意思就是讲的 我们还是以简单 基本上这个判断方法 还是以简单的拉伸实验 为标准出来的 为标准出来的 以这个来讲 假定是这种实验 假定这边已经数性化 那就Sigma11 就等于SigmaY 其他的 都等于0 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来讲 针对这个问题来讲 我的最大减义力 针对这个硬力状况来讲 我的最大减义力 状况是什么 这个就是最大硬力 另外两个都是0 所以我的最大减义力 就是二分之一的SY 这个SY 就我的降幅强度 我的八面体平面呢 是等于什么 也是一样 依照这个来讲 就是 这个平方 就是等于九分之一的 因为它是三个主因力 两两相减 这个的主因力 就是00SigmaY 所以SigmaY-0 如果等于SY的话 这就是降幅强度 SY-0的平方是SY平方 然后另外一个是0-0 还有一个是0-SY 还是SY平方 等于两倍 所以我的八面体平面 它的那个 八面体减义力 真正来讲 就是等于三分之一的 根号二SY 这个就是两个criterium 也就是 如果 我这个的材料 如果 现在给你一组 硬力状况 SigmaY-0 假定我算出来的减义力 大于二分之一SY 就降幅强度的一半 或是我算出来的 八面体减义力 大于三分之二SY 我们就假设 这一点 发生素性化 就假设这种 发生素性化 这两个 一个就是for me 一个是triska 只是很抱歉 老师实在记不住哪一个 从来记不清楚 哪一个是哪一个 那一般来讲 那我们也就有能把这个硬力 或是这个硬力 我们叫做等效硬力 equivalent choice 你们如果是弄有些人数法 再比较 常常就是叫他算 他的等效硬力 基本上指的就是 不是算的是这个值 就是算的是这个值 基本上指的就是这两个 不是叫你算这一个 就是算算的是这一个 很多时候用的是这一个 很多时候用的是这一个 为什么 因为这个你们看 这是0.5 这三分之根号2 根号1.414除以3 这个比较小于 这个不到0.5 这个0.5 这个不到0.5 也就等于说 这个比较保守 你一个 你抹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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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它的值 用这个算 用这个算 可能已经数性化 但用这个可能还没有 所以有时候大家 比较常用的多的是 taoct 8面题 顺便告诉各位 这就是我们说 为什么说 八面题减硬力 跟最大减硬力 跟最大减硬力 是用来派乱材料 数性化的基础 以及怎么判断的 就是这一个 好 下面这个 是今天的作业 这个我是在礼拜三晚上 上传的 所以你们如果是在礼拜四以后的 下载的档案 应该都是这一个 如果是在礼拜三 邦王以前下载的话 就不是这一个习题 那你们自己要记得 重新下载一下 我现在给了你一个 应用力状态 给了我们一个 应用力状态 就是某一点的应用力状态 就这样 单位是MPA 我要你们找出来 它的最大减硬力 跟八面题减硬力 这是简单的 就是要你们分别找出来 这个应用力状态的 这两个值 以及 看后面 Maxima Shading Street Plan 以及 产生最大减硬力的 这个平面的法线 我这边有一些补充 你们自己注明一下 我讲的最大减硬 平面的法线 指的是四个平面的法线 都要找出来 而且是 in terms of 原来的坐标系统 我再强调 不是in terms of 主轴坐标系统 是in terms of 原来的坐标系统 也就是 对应这个硬力 张量的坐标系统 我再强调 我听说我问了三样东西 第一个 最大减硬力等于多少 第二个 我的最 那个八面题减硬力等于几 第三个 产生最大减硬力的 那个四个平面 它的法线方向 分别是多少 而这个法线方向 不是对应主轴坐标系统 是in terms of 原来的坐标系统 是对应原来的坐标系统 我再强调 第三个问题问的是 产生最大减硬的那个平面 所对应的原来的坐标系统 那个它的法线 有四个 是哪四个 对应原来的坐标系统 这个就是今天的作业 唯一的一个 插票 感谢您的观看